1980年5月 一辆中八车直奔河南开封的火葬场 车上坐着是王光美和三个子女 还有河南省委的领导陪同 他们此行前来也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将隐姓南宁在这里存放了11年的刘少奇骨灰 接回北京 为平反后的刘主席布办一场迟到多年的追导会 王光美在接到刘少奇的骨灰之后 还有一张火花申请单 上面的两个字刺痛了他 反级简容五 咱们就来讲一讲 火花单上到底写了哪两个字 刺痛了向来坚强的王光美呢 刘少奇的追导会为何会迟到了11年之久 他没有安葬在八宝山 最后又葬在了哪里 因为在特殊时期 刘少奇去识之后 遗体被秘密送到了开封火葬场 在火花申请单上填写的名字 是他的曾用名刘未皇 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啊 骨灰一直由8172部队保卫处处长张金贵保管 1975年部队调房才交由河南省委保管 1969年的11月 刘少奇逝世 此时的王光美正在被关押在监狱当中 三年之后才知道丈夫去世的消息 但是骨灰在那儿一直下落不明 刘少奇的子女也在打听着父亲骨灰的下落 儿子刘元为此特地混进了八宝山 时隔11年之久 刘少奇的冤情终于平凡了 王光美看到骨灰架上丈夫的骨灰 心中是百感交集 要求跟子女在骨灰架前拍一张合影 除了刘少奇的骨灰一起被转交给王光美的 还有档案资料 里边是火化骨灰盒 还有骨灰寄存的各种花销 还有一张火化申请单 除了刘魏黄的名字 还有姓别男年龄71岁 籍贯湖男 职任那一栏上填写的两个字 深深的刺痛了王光美 上边赫然写着无业 刘少奇可是继毛主席之后 新中国的第二任主席 最终喊冤而死 火化单上却写着无业 这无疑是对刘主席的一生功绩的抹杀 王光美接过骨灰盒时 深情地用脸贴着骨灰盒 来表达多年的思念 12年的老语之苦 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口 得知王光美要接刘少奇的骨灰回北京 河南的百姓纷纷自发的前往机场送行 鞠躬至爱 中央用专机将一行人接回到了北京 刘少奇的骨灰被安放在了人民大会堂 举行了一场万语人追悼会 邓小平同志念道词 追悼会结束之后 邓公走到了王光美的身边 对他说 是喜事 是胜利 只有短短的六个字却包含了深刻的含义 按理来说 刘少奇同志的骨灰应该被安葬在八宝山的 那里是中央领导人最后一项政治荣誉 家人们却并没有将他安葬在那里 而是根据刘主席声响的要求 将他的骨灰撒向了大海 他曾经说过 我死后要将一举火化 把骨灰撒入大海 向伟人恩格斯学习 中央也遵从了他的遗愿 在山东青岛进行了简单的盗面活动之后 在二十万群众目送之下 登上了战舰进行了撒骨灰入海的仪式 整个过程都非常简单 王光美和子女将他的骨灰和花瓣一起撒入了大海 完成了刘少奇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 人们就是这样 只要你一心为民 他们就会永远记得你 尽管刘主席的葬礼迟到了十一年 但是人们永远都会记得他的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